繼續來看在地消息 台中市先說消防隊的車廳 因為民眾檢驗說那是危險 現在跟該做公風 雖然說危險的問題已經沒有了 不過這個公風 所長消防車出入口 都被撞掉 消防車沒影響消防救災的沈默 但是屬於上一旦發生緊急的狀況 過去過路台消防車可以同時出車 但是有了一片草皮之後 消防車開始沒辦法為大門出入 像我們這邊的側門 因為它本身的出口寬度比較寬 可以同時出動三部車子 所以我們原先的規劃 並不會因為力量造成救災的原物 另外一片的草皮 還割了兩個車尾 變成消防救火車的停車場 去讓人家夠過 有的草皮已經打死 保障下的綠密化 為了就是這個消防車邊的車棚 因為沒有負責建立率相關發揮 去讓民眾檢驗是為中 還有台東是剛才出發情 就符合相關的法規 像建築機制規則 所以整個公眾建築 必須要有一定的那個立地 有一定的立地 所以我們就是尋找的規劃 規劃設計這兩塊立地 為了負責發揮 為了不讓民眾保證 說不可以帶頭來違法 消防隊秩康在救災水的通道 一面維持一片的立地 就有消防議消息的下表是說 可憐的作法處理使用這條 這片草皮就沒有利用的計算 到時下人的強調是達士 這片起草皮的錢 也是白白濃費了 這次總括報導